嗯好了我们接着上课 这差没问题 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 它的一个compare的set这样的一个原理 然后呢我们也拿着它的什么get and add 说了一下其他的例子我就不做了 然后就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看一下圆码就差不多了 然后主要是一会拿这个东西去做个例子 我觉得挺好玩的 嗯然后get and set 其实这个就稍微比较简单了一下 就是说先先拿出来对吧 啊它为什么要有CS呢 这样的一个算法在里面呢 就是为了防止我刚才说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就是啊 把你的这些执行顺序啊 被多个线程穿插的去去运行 导致出现啊这种问题对吧 啊然后它是什么拿当前的这个东西啊 拿当下东西之后呢 然后会去对比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可能有另外的一个县程已经对它来进行操作 对不对 你你拿到你拿到它之后变成一是一拿了一去做操作 那它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已经变成二了对吧 get set 啊这个一会我们要去说 然后呢 get incremental啊 其实就加一嘛 对吧这个也是很简单的 get decrement 就是减一 其实它的next value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们刚才说过了 increment at get 就是先加对吧 后怎么了 先加它的值后 get 后get 好 那我们啊再来看 就是你看它现在返回的是什么 next对不对 啊这个是什么 先减它返回的也是next 那刚才返回的是什么current对不对 先get在前面的current 然后呢 get在后面呢就是next get and and get 就是先先加了怎么了 再去get啊 肯定是next inter value这些东西就啊 就不说了 就把这些东西怎么了 发现了一个什么 强制类型转换是吧 好 这个APR呢 就不会一个一个的去 非常非常详细的去说了 我们主要重点拿这个东西 拿这个东西来说一下 这个东西比较好玩 这个东西的特性很有意思 好 我把这些东西住掉吧 都不要了 啊 integer 啊 我们直接按一点 comprint and set 我们 期望的值是谁 啊 期望的值是12 对吧 给它更新成20 那这个时候大家来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 它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能 它能不能变成 它能不能变成什么 它能不能变成12呢 啊 它肯定是不行的 i 啊 那它的值肯定还是10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结果是谁 它结果是个false 这就是它对比之后发现你是 啊 不符合的 它就会怎么啦 就好像会false 它不做任何动作 这就是什么 最快失败 就它它允许 它让你失败了 啊 它不让你 因为你如果是 啊 失败的 但是它把你当成一个成功的一个数字去操作 那它就有问题了 就像我们这边 啊 没有去做这种对比啊 其实它是失败的 它没有达到这个预期 对不对 没有达到这个预期 你拿着它去当成了一个成功的去啊 去做 啊 那就有问题了 它这是采取了一种最快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那你看 刚好输出的结果就是什么 10和false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利用它去做一个锁 那这个锁有什么特点呢 呃 我们之前是知道就是我们用synchronize加锁的话 我们用synchronize加锁的话 如果这个锁 被其他线程占着 那我们我们抢锁这个线程呢 这哥们呢 他是什么都干不了 他就被block住了 对不对 他就被block住了 虽然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 我们自定了一个bullying的这个锁 对吧 bullying的这个锁 呃 可以有一个超时时间 但是呢 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 然后呢 实现一个什么 就是说我去抢锁 如果这个锁被其他线程占着 你立马就帮我怎么了 就帮我呃 告诉我 那怎么告诉我呢 你可能就抛出一个异常 你说你拿不到 拿不到这个锁 拿这个锁的时候有问题 对吧 那我们这边写一个 exception 啊 我们叫什么 呃 get lock 大概定义一个任何异常吧 这个名字可能就啊 不太那么好听 反正啊 什么也不干 就只给他呃 有一个 无参的构造函数 超级 super 再加一个有参的吧 好 我们这个异常定义完了 定义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先放着 那我们 Integer 我们叫 Deter Test2 好 我们拿它 首先我刚才说 那个Synchronize 可能没听过第一季和第二季的 我不会详细去说了 就大概就说一下 这边有一个方法 Word 然后Do something 拿着它这个class去加索 这些 然后呢 打一下 然后 get current get name get the lock 然后呢 他呢 就可能做的事情非常多啊 他就是 他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操作很繁重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站着这个锁一直不放啊 那我们用sleep去模拟 好 那他就是这样一个 那其两个限制让他去抢 去要去抢这个东西了 啊 啊 啊 我们 for一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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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抢到了 谁就先休息了 反正他就一直在那休息 好 他先起来了 那其中的肯定有一个是 就被先抢到了 我们看一下 抢到了他之后呢 他就啥也不干 那另外的一个县城呢 他就被block去了 好 我们把它起起来 第一个县城他抢到这个锁了 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县城的情况 应该是他吧 我醉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这个我用的是1.8 但是我现在用他去是1.6 所以他就不行 那其实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可以拿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找0和1就行 然后呢0呢 就是他wait了嘛 对不对 wait了就什么意思 就是他在做事情 其实他是sleep 你看他跟你说了 他他们的wait 然后再sleep 对吧 sleep呢 他wait方可能 这是这个东西啊 啊 是 这个monitor 这个condition 这个monitor 啊 然后trd 啊 这个是现实的rd 然后啊 另外的一个 他是什么 他block的 他在哪个monitor 也是这个 他俩是一个 看到没 而是这个到这个的 应该是个区间是吧 你看他就在被block修了 那我你你做一个小时我就得等一个小时是吧 另外一天等一个小时 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机制就是说 我抢不到锁就算了 啊 我抢一下抢不到锁就算了 我就做其他的过一会再来抢 这个是secondize的一个问题啊 啊 其实我们可以啊 当然人家是人家的一个机制啊 所有东西都没有十全十美的 人家可能就是啊 能做其他的就啊 就是强一致性 对吧 但是可能就就不能做这种 啊 让你抢不到锁 直接立即返回 那我们可以利用刚才我们说这个特性去去实现它 实现一个锁 我们叫compile and set lock 你抢不到了就返回啊 就返回一个东西给我 那我的这个 integer还是integer啊 value等于new一个 谁0对不对 出时值给你设个0 public word 然后怎么了 try 就是我尝试的去lock 如果我能lock到 去lock到 lock不到了 怎么了 你就帮我抛出个异常 抛出异常谁 抛出的异常是 get lock exception 对吧 好 有了 那我这边去看 首先呢 value 点 怎么 compile 我compile 那我就先看你是不是零 对不对 对比你是不是零 如果是零的话变成一了对吧 变成一了 那其中有一个线程他抢到这个就第一个线程他可能还没有其他线程工作的时候他他看这个零零符合的对不对 那他confine and set肯定是 true 肯定是 true 肯定是 true success if他不 success if他不 success 说什么 说什么 留一个是 get lock exception get the lock field exception 那我们再来看 你拿了这个锁之后呢 你还有怎么了 解锁对吧 解锁的时候呢 就要看 我又给它试了个1 比如说我拿了个1 把它1变成什么 变成0 那因为之前 如果正常情况下 你抢到了这个锁 你把它剩成1了 对不对 我把它现在变成1 最后剩成0 那就是OK的 没问题的 另外一个县程就怎么了 可以去抢了 如果把它 如果另外一个县程 因为我们要用这种 刷final的语句去做 那另外一个县程呢 它会去cut 它会去cut 就是说 我release的 就是说我final的时候 final的时候 final的时候 这样先加一个 这样的一个判断 f f 然后0 如果0 等于等于 value get 如果你怎么了 你已经被释放了 我就直接怎么了 直接return了 好不好 直接return了 也就是说 你这个锁已经被 被释放过了 那这边再去做 1 变成0 就是你不能让他们拿了你这个东西去操作的时候 直接给你去 进行了这样一个变换 然后对比 它是不是1 它是不是1 如果它是1的话怎么了 它是1的话就 把它release掉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 把 这个给它 换掉 我们不用不用这种方式了 就有一个你通知我就行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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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nel 我其中有一个强盗了 它try funnel 那我这边这个锁 funnel类型的 static 类型的 然后呢 compare at the set lock try funnel 对吧 我先来抢你这个锁 哎 抛出去吧 我先来抢你这个锁 抢不到了 抢不到了怎么 我就直接 抛出去了是吧 抛出去了 然后呢 落后点 unlock 我们来看一下 try funnel try funnel 它首先 第一步 刚开始的时候呢 它是0 它看它是不是 它还是不是0 如果它是0的话 就怎么拉 就 就把它 给 释放掉了 而就把它给 制成了1 对不对 那unlock的时候呢 就把1又怎么了 变成了0 对吧 1变成了0 好 我们 我们要的效果就是什么 不让它block走 对吧 不让它block走 啊 这没有 啊 这边有一个什么 有异常要补获是吧 啊这边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异常 来看一下 中尼 看到没 有一个已经有个异常已经退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分析一下 啊 12的0还在做啊 因为他在做事吗 那12的1你还能看到吗 看不到了说 已经没了 他被怎么拉 他被 他被 呃 释放掉了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利用他的 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特性吧 啊这样一个特性去 啊 去进行我们这方面的 去进行我们这个 啊 try catch 啊就try lock 就我尝试去lock 如果lock不住 你就抛出个异常 那你到这边呢 可以把这个异常捕获到 然后 等一会儿你会做一些其他事情 等一会儿过来再去尝试的去怎么了 再去掉这个方法 是吧 再去掉这个方法 好 呃这个是我们 呃这节课 的主要内容